永结无间S12淬炼赛季即将和玩家见面 这次更新将进行几项大的迭代与优化更新 今天带你简要概括S12会带来哪些重要的改动 第一 全新的PVP天赋系统 4月3日会先上测试符 天赋被分为四大分支 分别与怒气傲益 震导救援 赶路节奏 运营经济相关 自由搭配四大分支 一条天赋路径上 需要点满前置天赋才能继续 第二 哈迪的F1和F2合并 可以自己选择释放方式 V1技能被删除 V2V3数值调整 河上的暴气罩和大佛的援护移除 大佛的弱点改为头部 释放大跳后可以稳定接抓取 加强其威慑 月山的F3减攻效果整合到F2技能力 同时优化F1和F2的手感和竖直 OEV2移除 最后是玉玲珑的尾席和迷魂眼被移除 未来可能加入到别的模式中 第四 永结版躲避球 全新的娱乐模式随赛季上线 通过普攻阵刀等操作 将球击还给对手获得胜利 同时想要在海外也流畅地玩国服吗 别忘记6Fest 解决海外玩国服延迟高 连接不上的问题 在福利中心还能做任务换时长或饮食会员 除了躲避球玩法 赛季末还有更多新奇玩法与大家见面 像是全员大福PK 机甲大乱斗等等将会逐一上线 天人之战 高品质物品将在货廊中出现 货廊中还加入宝库诱试 获得宝库诱试后 将告知全国玩家宝库位置 以增加前期宝库争夺的节奏 好啦 以上就是永吉S12更新阅览 别忘记视频结尾福利哦